嗨,大家好,我是屋檐 再加上蜘蛛这么密集,风吹都吹不进去 红蜘蛛不来找你,会去找谁呢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,我来教大家一些小方法 能够减少红蜘蛛的滋生 比如呢,我们首先要把这些月季底部的叶片 密集的叶片把它摘干净 就是一片一片啊,摘一摘 让它风一吹进来就能偷到底部去 第二呢,就是把整个蜘蛛交叉枝通通修紧 什么样的交叉枝,我以前视频有说过 不是向外的,不是直立的,就是向内的 密密麻麻,这条全部清干净 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动手歇剪了 好了,这样修剪完了,整个蜘蛛是不是特别清爽 只要有一点点风过来,都可以吹得进去 等到后期呢,它还会再开花 开完花以后,我们还是按照这样去修剪 那么我们就可以保证整个蜘蛛的透气通空气 很多宝儿说,难道我们就是通过修剪就可以不伤红蜘蛛了 也不是啊,在四五月份这些红蜘蛛高发的季节 我们每半个月一次杀满脊的药还是要喷洒的 比如我们的艾卡满呀,金满脊呀,还有满威呀都可以 好了,这期我们的红蜘蛛预防就是